這個課長 老師有講那個 心儒學之所以為心 或是儒學之所以為儒的內容 就提到說 那個應該是有劉獨佛人他們研究這個儒學 就變成只是把它當成知識 但我聽老師講是說 他們都不用他們的語言來講 就是用他們的 我不曉得是不是實現 那就我個人經驗 我會引用說這個空谷是忍者愛人 或是說忠性這個話 甚至引用這個某中山先生或唐靖一先生的話 我這樣的引用算是不用我自己的語言 我是在講說我的經驗 那老師在講說這些人把它當成一個知識 或是老師用那個什麼國故 對 這種 但是要用什麼樣的語言 是以前用忠性 現在用 真我真愛 只是這樣轉換嗎 還是要加入他 因為我念某先生說 沒有念到他的 這樣的體驗都是他講 譬如說心性 這個怎麼樣 這非常 如同老師講的稀學的分析 那如果用自己的體驗的講法 是到底怎麼一個說法 當然 所謂用自己的語言 並不是說全部百分之百要用自己的語言 不許用前人留下來的語言 那當然是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尤其是不能不用 作為大家所有人的共同的一個根據 那個經典的語言 也就是說你不能不用這個輪夢 我們用老莊有很多的語言 我們所謂用自己的語言的意思 就是對於同樣是前人的經典 那他的一個解釋 你怎麼去詮釋那些經典 先行的經典 對於後來宋明如的也可以變成經典 就是前人留下來的 我們用什麼樣去詮釋 所以我們並不是 只是用一種術語 學術概念 來詮釋 那種學識就是只是 我現在叫轉著 就是A者B也 B者C也 C者D也 D者A也 只是那種字眼的轉換 而現在 因為我們這個學問 不是那種知識之學嘛 我們是一種生命之學 生命之學就是 要我們怎麼樣活出自己來的 所以呢 要用自己的道德經驗 道德經驗 不是自然感官經驗 因為感官經驗是 不是價值中立的 它只是一個現象 它中間沒有一一價值尊嚴的內涵 因此呢 它也與我個人 這個活出自己的無關 所以我們要藉著我們的自然感官經驗 能夠呢 活出自己 有了自己 對於道德禮物 然後呢 讓這樣的一些自然經驗 是一個存在跟表現我 我這個道德生命的一個途徑 一個平靜 那然後用我的這樣的一個體驗 道德經驗的體驗 去詮釋那個經驗 並不是純粹 我們所謂的語言 不是指著文字而已 事實上是指著 我自己的道德經驗 我自己對於道德體驗 用這個去詮釋經典 這個叫做的 我註六經 用我的道德經驗 我的實踐體驗之所得 去和經典孔子孟底下 這個陳祝陸他們所說的 去做一種互相印證 那你能這樣印證 我們才知道你懂了 如果你只是用學術的術語 我們用獨體性來說孟子的心 我們用這個自我和愛 自由與愛 來替代那個中根素 那這樣只是一個替換而已 那你用這樣一些字眼的時候 你是用了人云亦云 比如說有人這麼說了我就照用 我雖然沒有照抄輪夢 但是我是照抄陳祝陸王 或者我是照抄歐中山唐君一 或者是照抄張超學王王雄的 不是從你這邊斷念出來 你是抄別人用 那別人用這個背後有他的生命體驗做支撐 可是我沒有就是挪用別人的 那這個就不能夠證明你真的懂 那這個這樣來說才是我們所謂的 用自己的語言 其實就指著自己獨特的這個道德生活的體驗 這樣來和經典中的語句來印證 當然你可以回過頭來用那個經典來 來詮釋我的經驗 就叫六經駐我 那用我的這個體驗去詮釋經典的我駐六經 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因此新獨家之所以為新 那就面對新時代的挑戰 而做一種回應 那哪種回應呢 回應有很多種啊 這個生存競爭也是一種回應啊 在這個西方文化大局入侵 這個中國人於赤殖民地的地位即將被列強瓜分 你必須回應就是生存競爭的回應 我們不能被滅滅完我們要活下去 好 所以這個時候要趕快呢 這個十疑人之長跡 也要學他們的靈魂科學來抵抗他們的路線 那這是一場 好 那還有別的回應啊 那更進一層就是 我要藉著這種新的這個環境的變遷 再一度證明我活出我自己 好 再一度的來做自我實現的路易 讓我的生活 我的存在 依然是有意義有價值的 那麼這個才是什麼 好 或是那個 那個 那個維正第三章的 那個六十分以下的那個層次 導致以正其之以行民免而無恥 好 那個要復活強並 而是要導致以得氣之以由此且格 那這個才是儒學的版本 如果你通通學會西方的那一套 也能在他們的第一個刊物發表 你去拿到他們的這個學位 可以站穩 你要學術界的腳跟 但是你研究的都是西方式的學問 只是用中國一代經典作為材料研究對象而已 你沒有扣緊到儒學的本質 儒學本質就是要很自我實現 幾利利人幾達達人 要去為人 那你沒有能扣緊這個手呢 你雖然心呢 你心儒學可以滿足了心這一點 但是你卻丟掉了它更重要的 心儒學還是得是儒啊 關於儒的這個部分啊 是千古不變 從孔孟到 從朱鲁王到當代 這個到我們身上 都都是一樣的 因此我們順便說 就是我們中國的學問 這個儒學 為什麼這個從孔孟到現在 大家在討論的 就是非常普通的那幾個字眼 每個人都在談心論情 什麼心啊 性啊 理啊 氣啊 情啊 財啊 本啊 末啊 陰啊 陽啊什麼 都那些 但是呢 光是一個心性 每一個人對他的理解跟詮釋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那這個既然都不一樣 你為什麼用同一個字眼呢 讓人混淆 所以西方式的學問啊 就不會這樣 每一家的哲學啊 他都要去建立他自己 獨有的這些概念用 所以你進到一個哲學家的著作裡面 就等於進到一個國度 完全要先弄清楚他的語言 他每個概念很清楚 就是這個意思沒有別的意思 而我們呢 大家都用同樣一套語言 那個基本字眼 都用同一套 為什麼要這樣呢 原來 雖然同樣一個心一個心 大家的理解都不一樣 但是呢 也都有他們呢 可以相通的地方 可以相通的地方 那在哪裡相通呢 那就在最極致的 終極的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不能說的 不可說的 道 到了最高的地方不能說的 好 因此呢 凡是我們能說的 都已經不是在最高層次了 至少拉低一點點 拉低一點就會加進什麼 加進不只是道的本身 不只是心性的本身 還多了一點表現 呈現這個道 這個心性的那些憑藉 那就是每個人自己的經驗 那每個人的經驗是不一樣的啊 所以這個是千變萬化 但是你通過不同人的經驗 不同人的生命成長一生 要去掌握著 要去這個表達的 依然是同樣一個道 只是那個道不可說 不可說 所以凡可說的 已經多多少少加進了 這個道那 藉已呈現的那些像 那些分化的經驗 所以呢我們這種生命的學問呢 都喜歡說禮一分輸 那個禮是一的 但是它分化下來呢 是各式不同 也喜歡說月印萬穿 月亮是唯一的一個 但是它表現出來 投射在不同的那個 這個江河湖泊上面 它的影子有很多 或者說佛的本質只有一個 它叫法身佛 但是法身佛不可見 無聲無休 它要落實呈現的時候 要通過不同的肉身 就是叫千萬化身 每一個化身都叫了印身 或者叫暴身 那印身暴身可以 各有各的特殊性 和內在的那個佛性 同一個佛性 人的那個內在 做主的那個良知 同一個良知 就是因為我們這種學問 它的性格 它的本質跟那個科學不一樣 科學純粹是表象的學問 它不探討那個表象裡邊的 那個生命的本體 當然它也有 也有各種科學知識背後的 統一的那個原理 但那個原理依然是 有關表象的原理 不是與表象無關的 另外一層的那個道 所以它的原理 有數學邏輯 所以數學邏輯可說 它只是要用一種 這個符號系統來說 可是我們那個道呢 是完全不可說 因為它不是那個表象的原理 它跟表象沒有本質的關係 只有存在上面的憑藉的關係 它本質不可說 所以我們才需要呢 用到一種叫辯證思維 來往出入於語言之中跟語言之外 所以我們才說 道既不在語言之中 語言中間沒有道 但是它也不在語言之外 在語言之外的時候 無聲無休 所以我們又要能夠呢 進入到語言中 去嘗試掌握那個道 但你真正找到那個道的時候呢 你會知道道其實不在語言之中 那不斷地出入來往於語言之中跟語言之外 入乎其中 出乎其外 就這樣的一種 這樣循環來往的方式就叫辯證 所以我們才需要用到辯證思維 所以我們扣到我們這個學習的主題 功夫論 功夫這個直接來說就是 如何做道德實踐 真正活出自己 讓我們呢 活得有義有價值有尊嚴 所以能有義有價值有尊嚴 就因為我們呢 能夠很親切掌握到那個 意義價值的根源那個道 那功夫就是如何掌握那個道 就那個道體來講是如此 就道用這個道的功能來講就是 如何讓我們活得有義有價值 而不是混混額額搓搓一生 那這就是功夫 那這樣一個功夫呢 在古時候啊 那比較直接 所以要落到每個人在生活中 自己去做自己去摸索 要強調這個 所以也不免會讀點書 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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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上個禮拜也有提到 好 這個論語說啊 這個其為人也 不是 這個 這個 形形異色啊 是父母能結其地 是君能治其身 與朋友交 言而有信 這個都是做我的事啊 是約未學 就算 這個一句論語都沒讀過 無意未知學 那當然是強調了行 強調實踐 但是呢 多少少一點不夠啊 去正視那個語言文字的學習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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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至於那個 清初的時候 一位學者啊 根本是 因為前面的科舉嘛 大家都去 去讀那些書為了處公民 他的激憤 從 華陽明的學問下來 治良知 或者說禪宗 這個 這個 這個慧能根本不認得字 也能成為六珠 所以呢 直接就是說 以書為道 以為道就是書裡頭 齊聚千里 離道有一千里 以讀書為求道 齊聚萬里 以為讀書就是求道 那離道更遠 有一萬里那麼遠 就是說 讀書沒有用啊 書也沒有用 大家要讀書讀書 請問這個第一個聖人 他讀什麼書 因為書是記載聖人的言行 對不對 如果你要讀書 當然最早那個聖人 他讀什麼書呢 他還沒有書啊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都是 當然 也沒錯 強調那個實踐 那個行 才是求道的核心 可是呢 我們到了今天啊 我們受到西方 這個文化的衝擊 我們也要覺察到 光這樣子啊 也有它的很大的缺點 它的缺點呢 它的缺點呢 首先就是 你的摸索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難以驗證 要驗證已經到了最後 蓋棺論定 用你 終於有沒有活出真正的自我來驗證 那也不能夠互相啊 那也不能夠互相啊 來檢查 因為公受各位問題 公受各位問題 公受各位問題 彼此的那種身心體驗啊 就是如人飲水 如人飲水 如人飲水冷暖自治 以至於像 這麼樣一個大宗師的 珠子跟陸象山 而胡志慧彼此見面 都沒有辦法溝通他們自己的 修飲 實現心得 永遠是知者 知不知者不知 當然他們也可以不通有語言 通過他們直接的相助 感受到對方生命的品質跟氣象 但是要落到那個意義裡 在討論上還是七同雅講 各說各話 每個人只能夠了解自己的經驗 用語言說自己的經驗 但是呢 聽別人用語言說他的經驗 因為我們就還是有格 還是有格 不免就用自己擅長的 自己體驗有得的經驗 作為標準去衡量對方 永遠看到對方不足的地方 而看不到對方 他那個真正的心得 因為那個心得我沒有 所以我就不知道 這個說個笑話 我有一個學生 那個雖然念儒學 他也有一個特殊體質 能夠感應別人生命的病痛 為什麼呢 他怎麼知道說 他只要面對這個人 他哪一個部分有毛病 他相對的那個部分 他也覺得不舒服 碰到以後覺得我的胃不足 我覺得你有胃病 眼睛不足之後你也有毛病 但是有一次啊 他是一個男生啊 碰到一個女生 他感應不出來他的身體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他是子宮的問題 他沒有子宮 沒有相對應的器官 就無法感應了 是不是 朱熙的懇切的經驗 路向山沒有 路向山沒有 就不懂 路向山懇切的經驗 路子也沒有 所以我們就還是需要呢 這個一定一些 盡可能可以 共通的學術語 來作為彼此 討論的時候的一些工具 雖然這樣一些討論啊 到了那個最核心的一點還是不行 因為道不可說 可至少可以呢 溝通到離道啊 就是一齒之搖 這個時候才放下語言 因為距離那麼近啊 你要去體驗也比較容易 而不是呢 離道十萬八千里就不用語言 那就是大海撈針 所以呢 通過一些可以共通的學術語言 我們至少可以把那個大範圍的摸索 可以縮小到越來越小的範圍 那麼同樣的 我們的這個功夫論啊 也不能放任每一個盲目摸索 走錯路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一些 共通的學術語言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每一步都有一些 有些反省檢查的工具 有些互相溝通的工具 這個就是所謂的如學之所以為心 如學之所以為心 所以我們的功夫論啊 也要呢 比以前啊 前人更加自覺的正視 這個語言概念知識理論 這個言說 對我們啊 身心性功夫 它的一個幫助 它的意義所在 並不是說歲月未學無必為之學業 而且我們要說 如果你多未學 你真能夠 這個不管是父母 是親 是君還是女朋友 真的都能夠如理合道嗎 不見得 不見得 尤其現代 那個由語言所發展出來的 這個社會制度 這些體制的運作 還是有通過這個語言 概念的掌握 你才能夠侍存於現代 對不對 存在現代 不認得自大概已經沒有辦法 活在現代的這個社會裡面 好 好 這次 新儒學要新 當代的新 就是因為西方 這種很精密的 科學跟分析性的思維 對我們的 傳統古老的生活 形成嚴重的打擊 我們一定要學它的 不過學它的 不是作為它的忽用 好 你就學了那時候以後 來回過頭來 也有助於 我們的道德生活的實現 讓我們做功夫更確實 不是那麼高成分的 我多數 好 好 我們上個禮拜 還是在第一問題的提出了 那我們要先引到論語 指下說的 為什麼 為什麼說 學會有用於學癮呢 為什麼誠子說 這個沒有讀論語前是 這等人讀了以後還是這等人 也等於沒讀呢 好 好 如今為什麼 要提出道德的 形上學這個概念呢 好 再來 好 上禮拜說了三點 現在第十點 好 關於王陽明所說的良知 好 關於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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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 是一種誠信 還是一個四準 原來四準是科學活動中 建構一個科學的理論的一個起點 那比如說我們都學過的幾何學 第一步就是先建立它一些基本的預設 什麼這個 這個通過這個一個直線外的一個點只能做一條平行線 像這些啊 平行線就是永遠沒有焦點的兩根線 跟直線 跟直線 那這個是基本 你根據這個呢 下面就是遵循那種邏輯的那個規則 去做一種分析性的推演 宇宙會呢 逐漸演得出整個數學系 那原來最早的 當時候被稱為叫公邸 公邸 好像說是這個不正自明的 有一種宇宙真理 後來發現啊 不是不見得 不見得 原來呢 幾何學啊 不是只有一種 我們以前學的那個叫做歐基里的幾何 它是根據一組 這個設定 這個設定 繁衍出來 如果我們啊 改設定另外一套這個準序 可以發展出另外不同的幾何學 這個可以很多 統稱為非歐幾何 所以不敢說公邸 就是說 這是一個公式 公式 公式就是大家都接受的一個式定 到後來連這個都過分 你說公式大家都認可 那有人不高興認可 所以呢 越來越 比較謙虛 最後就說 這根本就是一個式準 誰都可以 做這樣的一種式定 設定它的 它的這個原始的一個立足點 那就是三角形系統的頂點 由此逐漸逐漸繁衍 形成了整個的系統 那不只是數學什麼自然科學啊 連後來的什麼的社會科學啊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所有的理論都有它一個基本的一個立足點 那這個經濟學 那這個經濟學一定有經濟學的它這個基本的那個論點 那基本論點不同 這個經濟學也會發展到不一樣 那麼凱因斯的 那後來有人反對它 那這樣 都有不同的這個立足點 好 那麼 有關於良知的論說 那這個良知 它是這個有關量知的論說裡邊的一個 一個立足點 一切都從良知 你先認定了良知以後 下面才可能反驗出來 也就是說良知的本身 沒有辦法驗證 只能假設 假設良知是每一根都有的 它是一個自由無限性 本質叫做無限性 因為它能夠湧現出 它的無限性的本質的功能 就是創造 這個我們規定的良知是這個意思 如果有人不承認呢 就是胡說 哪有 你證明給我看 其實一切那個神學啊 基督教神學 也是開始於一個設定啊 設定上帝是用的 於是下面整套才能夠成立 如果根本不相信有上帝 那所有那個基督教說的話 全部沒用 因為你的原始立足點 你的根源 我就不相信了 因此那些基督教 要拉人入教的時候 要你去聽到 還要聽到 還要說你信不信 信下面才有得說 不信一切都不能說 一切都免談 所以信上帝存在 它是一個起點 可是如果這個起點只是一個色准 它是不是真的存在不知道 那你這整套理論 都有都有隨時崩塌的危險 你整套理論都不能成立啊 那這個就一個 這個不信基督教的人而言 它可以這麼說 你們整套神學 其實要建立在 我們承認有上帝這個色准上 當然你問我 我信不信上帝不重要 我就說如果 要讓你們整一套這個理論是能成立 得要說上帝這個色准 這個色准 當初這個馮友蘭寫中國哲學史的時候 其實馮友蘭就是首先受到西方的影響 來做中國哲學史 而做完的一個人 第一個人 那麼比他前面的是胡適之 但是他沒做完 只做了一個善故部分 後面就沒時間做了 由於後來他變成政治人物 沒時間 那馮友蘭是第一個做完 所以他也受到西方的影響 受到西方影響的結果呢 就使得他 不把那個經典 正典是聖人說的 聖人就很可疑啊 這個可能是個民心 所以他就根本不認為有絕對的一個高的一個位置 所以他寫中國這個思想哲學史啊 首先寫說諸子時代 子學時代 子學那是真正的思想啊 大家都是思想家嘛 沒有誰是聖人 都是一樣的 經學時代呢 反正放到後面是漢代開始 那所謂的經學就是研究 前面留下來的四書 不是四書 是五經 是三經 等那些 那也不過就是有知識的活動 所以馮友蘭呢 可以說說 完全是站在西方 學術的那個立場 來看待我們的 傳統的哲學的史料 所以首先他把它就是 就是 也可以說是 退化一個就是還原為 就是 就是知識的活動 對於價值的活動 他完全排除 因為科學是價值中一的 你也說到什麼聖人能可敬仰 這個都不是知識 因為當他討論了 王陽明的良知的時候 站在價值中的立場 只能說 良知是 學在 在 王陽明 的確是一個 歷史的事實 那我們現在要 要來轉述這個事實 這個事實裡面呢 有一套有關良知的理論 那這個理論裡面 談到良知其實是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 他硬著他只是一個聖人 於是這個 所謂的學為聖賢呢 這一套就完全被取消了 被取消了 好 於是呢 某中山先生 就大力反對 這種說法就是 把我們的道統統統都否定了 那整個中國這種學問 變得完全不成立 頂多是研究一個客觀的歷史現象 結論很可能 中國這個民族是非常愚昧的 那麼多聰明人的精神通通白花了 又發展不做科學 又發展不做民族 又發展不做民族 幾千人白紅頓 那某天命者 吉利說 良知不是一個人 這個呈現 設準是就知的立場來講 就知識的立場 呈現是就道德實踐的立場 所謂的呈現是真真實實在一個人生命中 由心的覺而掌握到 這個叫呈現 呈現在哪裡 呈現在當事人的心裡 好 良知到底是一個呈現還是色準呢 為什麼會成為一個爭論呢 會成爭論當然是因為西方的科學 衝擊到我們傳統的學問 那我們如果公平一點來講 如果緊就那個文字 寫成的那些言說 那些理論而言 僅就這個語言系統而言 良知的確是這個言說系統的色準 但是 所有色準 它要有一個純粹的理論 比如說 這個數學是一個純粹的理論 就是純理 如果它不只純粹 它要落到我們的 整個的這個現實世界中 要能夠有效 那它也要經過一種呢 色準 要經過一種證明 證明它跟現實是相應的 所以西方的科學 這個 當原初的時候 比較重視那個 這個純理論的科學 這個 當原初的時候 當原初的時候 比較重視那個 這個純理論的科學 到了後來呢 現在呢 也認識到那個實驗是很重要的 實驗就證明這個理論落到現實中 是有效的 所以後來也可以頒給那個 實驗的物理學者 像吳建雄 他也分入實驗 好 那科學中的那個 那個知識啊 好 那你推就到它的原始的 那個色準的時候 它需要 它需要 能夠經得起那個實驗的檢查 好 那我們呢 如果說良知學 就純就言說理論言 它是個色準 這個色準 是不是也要經過 這個實驗的證明呢 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在這裡呢 第一 我們把這個證明不稱為實驗 實驗是科學的 驗證的方式 我們把它稱為實驗 實驗 好 其次 西方的實驗啊 因為它畢竟 它還是一個知識的學問 在這個地方啊 人們的知識結構 的確有它的共同性 所以可以取得了一個 所謂客觀的 所謂客觀的 有這樣的一個認可 認證 但是呢 我們這個 這個儒學的這個道 它沒有 因為它只呈現在人的心上啊 它沒有辦法拿出一個客觀的模型 或者數據 讓每一個人照這個做 都會得出同樣的結論 所以 它的證 只能夠自證 只能跟自己證明 不能跟別人證 因為像我證明 它這個道就呈現在我的心 良知 就呈現在我的心上 但是對一個 沒有這樣的一個道德實踐的 功利的人來講 永遠不能沈點在他的心上 所以你怎麼說 對他來講 不是很合格 他說依然可以不相信 所以要怎麼樣 它才能夠認可 它也做這樣一個功夫 良知在他的心上呈現 雖然呈現的方式各有不同 但最後呈現的良知是同一個良知 所以呢 如果能夠有一個共證 那是因為你證你的 我證我的 我證我的 才有共證 而沒有辦法一個人 這個做了這樣一個科學實驗以後呢 拿出所有的數據 說明他的過程能夠 可以功能用共通的這些法則來檢查 OK 那這就是這個良知 它的確也得是個呈現 因為如果這個言說 系統上面良知是一個色准 這個色准如果背後沒有一個實踐的支撐 一個親切的體驗的支撐 那麼這個色准本身也是不安的 不穩的 那只是純粹的假設 那純粹的假設 發展出來一套言說 只是個細論 只是個語言遊戲 它不能落實 沒有用 好 那這邊 從這邊的說明 它是色准還是呈現 所以會有這個爭論 就是因為這種呈現式的這個驗證 只能夠跟自己爭 沒辦法說服別人 別人不相信還是不相信 你怎麼說都沒用 所以才會引起這樣的一些紛爭 其實我們說的這個直率一樣 羅先生說它不是個色准是個呈現 這個話也只有羅先生自己知道什麼意思 那如果我們也是很認真說儒學的 到這實現的時候我們也認可 可是對於沒有做這種功夫人來講 你說呈現依然只是個聖書 你說呈現沒有用 換句話說 對於不做這種功夫人來講 某些人的說法 跟馮友來來的說法 沒什麼差別 你說色准官是色准 你說呈現還不是色准 呈現什麼意思 對我而言空 你說良識是個呈現 對我而言完全沒有意義 我根本不知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那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都說 一樣只是個假設 對我而言良心是個呈現 這是個假設 因為它是不是真的一個呈現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這種體驗 對不對 那這也啊 這個相對說明為什麼 我們這個五四之後啊 受到戲弱的衝擊啊 不是現在台灣的這個民進黨 在去中國化 從五四以後啊 全中國人都在去中國化 所以呢 就跟我們台灣啊 大陸多已經破市 結果達到國家 我們還在教倫夢 可是這樣有沒有用 這個學生越來越不曉得人家講什麼 原因呢 就是我們 我們教教士術啊 中文化基本教材的國文老師中 有一半根本不信孔子 他就是 他就是照文宣科 他的那種身體語言 就傳達出他那種懷疑跟蔑視 覺得怎麼會 怎麼會 怎麼會相信呢 然後呢 剩下一半相信孔子的人 要有一大半啊 他根本不知道怎麼解讀 他只盲信 他也說不出了道理啊 所以才會學生閱讀 不讀啊 不讀論語 還對孔子有個朦朧的尊敬 一教論語 讀了論語都反感了 為什麼就是我們其實啊 既然學館裡頭留著中華民族 中華文化的學業 其實我們都是喝著西洋奶水長大 我們的頭腦我們的觀念 我們的意識是西方的 所以來看這個自家的一些經典都不相信 好 那後來為了要重視這個傳統 來高中才念中華文化幾本 初中就要念論語了更糟 就是反感提早五三年 所以啊 如果老師要教這個時候 怎麼樣他會有點像說 你要相信 而且你要行道有德 你有體驗 你在講這些啊 表面字句的時候呢 你內在有個真正的熱情 就從這樣一個 這個言語之外 這樣子啊 無形的感染到學生 所以呢 他上了你的論語課很感動 不是那個論語的句子讓他感動 是這個講 教論語的老師讓他感動 對嗎 的確啊 很多人念中文系是因為遇到一個 讓他很感動的國文老師 對吧 運念中文系 不過運念就很吃亡 因為 那個國文老師感動他 不等於中文系的課程都能夠感動他 原來啊 原來啊 這個道是在人身上 文武之道 為罪於地 在人啊 在人 不是在書上啊 是在人的身上 原來在人的身上 才能夠有所謂的驗證 所以叫體驗啊 體驗是印之以體啊 用生命去驗的 不是用那個 那個邏輯去驗的 這個叫論證 要用你整個的生命去證 它叫體證 它叫體驗 用生命去證 去生命去驗 去驗證 好 那這個就是在民國初年五世之後啊 兩次會出現這樣的章論 這樣一個緣故 好 最後我們再舉一個 還是某先生的 它的大柱啊 就是心體與性體啊 裡面這個非常重要就是 它一開頭的那個 那個序論啊 那個導論 就把那一部分啊 熟讀就可以增加很多勾力了 因為最基本的草論 在那邊啊 它把宋明如分成三個系 它把宋明如分為三個系 分成三個系 因為在座各位幾乎都不是中文系畢業者 那個三個系統 那個三個系統一位 那位 還有 還有 還有一個 只有一位啊 所以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宋明如 整個的課題是什麼 就是因為 從 盼以後啊 其實那個儒學都變質 本來儒學啊 本來儒學啊 在那個周公之禮做樂的時候 是 是 很優美 但是這麼優美的理啊 為什麼也會崩潰 你換樂崩 在春秋戰國的時候 所有思想家都在想這個問題的答案 這麼優美的 禮樂為什麼也會崩潰 到底問你出在哪裡呢 這個 這個 當時候有三大主 主要的思想系統 牛太就是 就是儒家 末家 道家 這個末家最激烈 他認為啊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周公式的那個禮啊 這個禮的這一個結構 他不夠鬆 不夠嚴謹 沒有效率 所以呢 他主張 用一個更嚴謹 更有效率的法 來替代那個禮 也就是說 這法更有強制性 就不會崩潰 其實這個是不對的 那個 那個周 孔子就知道 周 周文師 欲欲乎文哉 這沒有問題 好 道家呢 更徹底 他覺得管理是禮的結構 還是法的結構 對於自然的生命自由而言 就是做 到他看了 通通都應該廢掉 反途歸正 但是這也是不通的 因為 人類發展出文明以後 就不可能走回頭路 不可能回到完全沒有這種文明結構 甚至不用文字 不可能 所以道家 到了後來呢 他只能成為 人的生命受了創傷以後 暫時放下這些文明的束縛壓力 退回到了生命原始的境地 去做這種休息 休息完了 還是現實中 還是要活在文明之中 不可能啊 不活在文明中 也就是說歷史 不可能是一個退化的 好 那麼這兩家呢 都把那個注意焦點 就放在那個 裡的結構面 只有孔子啊 看得出來 他真正的問題 不是住在結構面 而是住在動力面 結構面好像是汽車 要結構很好 有個賓士 可是再好 還是需要有動力才能開個動啊 你有汽油啊 很好的汽油啊 對不對 那個效率才會高啊 所以呢 孔子啊 還會意識到 建立周文的兩個元素 一個是結構面的分風 他那個政治的結構 那個體制就是分風 封建制度 那他的動力面呢 是來自於血緣親情 分風給自己的親人啊 兄弟子職嘛 但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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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理的結構啊 是經過像周公那樣的一個 創造發明 所以他也能夠啊 定得住 可是 血緣親情是個自然的感情 沒有經過人為的修煉 他沒有辦法長久 所以等到那個 版國龐大了 一代一代傳久了 原來的那個 因為很 這個生活很親近 而能夠維繫了感情 漸漸疏遠以後 就逐漸的膽 以前農業社會安土種籤 那個親情農業維繫 現在工商業社會大部分流動 你看現在過年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味道 因為事實上也俱容不起來 中國大陸現在還維持著 可是越來越難 每到了這個過年 哇 那是地球上面的那種 是偉大的這個活動還是戰難 這麼龐大的人在那邊移動 就要趕回家吃夜夜飯 不可能嘛 以後就是不可能 也不必了 也不需要這樣子 我以前曾經在台灣的時候 我就有發奇想 免得要過年 就是開車再告訴我 哇塞十幾個鐘頭 回家吃個夜夜飯 過一兩天 又塞塞塞回來 什麼 何苦呢 那怎麼辦 第一 第一 我建議 當然全家 心情是要團聚的 那為什麼一直要在圖戲團聚呢 別人之後不可以嗎 所以我建議 每個人在 無論是公司單位去上班 都可以馬上要報一個 我們家的團聚日 可以是你的老爸的生日啊 也可以是中秋節啊 也可以是某一個日子啊 只要是團聚日 就有一個禮拜九天的假 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定在哪裡 你們家族人都定了同一天啊 所以在那天你們家族人 都可以放一個禮拜九天的假 大家就被團聚了啊 就是分散出很多的團聚日啊 要集中在除夕 那另外一個辦法就是 這樣好了 這個我是南部人啊 離家到台北去就業 你是台北人 卻離家到南部去就業 我們結拜金啊 你的爸爸之後我乾爹 我的爸爸之後你乾爹 到過年的時候呢 你就用義子的身份幫我啊 去陪你的乾爹 我的老爸 老媽是你業爸 我就在南部陪你的爸爸媽 我是他們的乾兒子啊 天啊 所以我也來 不用奔波了 不是也行啊 不過這個是異想天開 人為人情 不曉得有沒有可能 真的這麼試試看 總而言之啊 重點不在於這個結構 有沒有動 如果有心不會 不會嫌麻煩 當然了 人有沒有心 有時候要受制於環境的壓力 環境壓力太大了 我們可以修訂一點那個制度 來讓人的那個感情比較容易才表現 但是反過來 是能有感情 才需要那個體制結構做一個管道 讓感情能夠交流啦 所以呢 是周文的崩潰是因為呢 久了以後 那個感情動力自然的擔憂 所以維繫不住 所以孔子呢 才在這個理傳統之外啊 建立一個新的傳統叫人傳統 叫人傳統 所以理之本在人啊 可是孔子雖然建立了這個 不過落到一個群體的 唐大的帝國的秩序的維繫 要從每一個人人心的一個 一個覺悟去叫化 事實上條件沒有去對 因為絕大多數的人都 在那個生存的這個課題上面啊 在第一線上面啊 奮鬥 掙扎 孔子都知道啊 你首先第一步恕之 要獎勵生育 已經恕了怎麼辦呢 復之 生活過得好 才能從沉重的生存 謀生負擔中解脫下來 下面第三步才是教之啊 衣食足才能夠知以義啊 在古代百分之九十 古的人都還在衣食謀生中 沒有這個異地 所以孔子這個理想 事實上 沒有在社會層面啊 去實現 所以從漢以後啊 事實上靠的是禮教來治悟 不是靠人教來治悟 人教事實上萎縮 那後來人心啊 在這些需求的時候呢 後來是 反而是被一個外來的佛教啊 在主打的 所以到了唐代的含義 就覺得這是不對的 所以才要提出一個道統的這種觀念 要恢復三代兩岸之前 兩岸之前三代的那個原始的儒家之道 就是要把那個新傳重新接起來 所以呢 在這個 這個 在宋明如之前啊 是經歷了從漢以後的 其實禮教治國那個人教 根本沒有實現 到後來人心靈的這個動力面啊 竟然是靠著那個 並不積極肯定的創造動力 的佛家在主導 所以 到了後來整個的社會呢 面臨越來越往下墜入 所以經過這個六朝 道德的崩散 再一度因為動力不足以支撐 使得禮教崩潰 這個中國歷史上有過三次的禮 這個結構的大崩潰 第一次就是周 就出現了新秦的這個祖師百家 那第二次呢就是這個漢文明的崩潰 那就當然崩潰之後都會有那個道家的興起 於是魏晉的興道家 後來就跟佛教合成為佛老 那這個崩潰就是所謂的道德生活 逐漸的完善 到了五代的時候啊 那簡直是道德沦上到了七點 所以呢 到了宋明如的時候啊 要同心啊正起 同心正起有什麼辦呢 要對抗的是佛家那種思想的那種主導力 要一直要重新要肯定道德的那種根源 所以宋明六百年啊 辛辛苦苦去肯定 要重新找回來 那已經丟掉韓語稱為道上千載 丟掉了一千年的那個忠心無主的狀態 要找回那個根源 這個根源就是良知 就是那個道德心 那當然這是一種內戰學 內學 好 我們說中華文化的第三次的崩潰就是 清末秘土 就是 那是個比前兩次還要更大規模 是傳統文化整體性的崩潰 那現在呢 那個亂方心未愛 好 還在越來越亂的當中 就那個思想人心的那種 那種無主而言 這個現在還沒有到最亂之 還會越來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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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所以那時候宋明如就是一個內在的學問 好 我們這個內在學問的時候呢 重植不是重量 好 那怎麼去重新掌握到意義價值的根源 大體上來講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 宋代以朱希為代表 就是所謂的理學 理學的時候呢 道是在天 天理 人離他很遙遠 所以人只是一個氣 所以理跟氣呢 是距離很遠的 那叫天理 那我們這個時候多少時候比較接近 有一點是信仰 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道明代以華陽明為代表 就是心學 心學就是道在讀 也就是在心啊 這個時候終於呢 經過這種虛音符符啊 我們經過那個心靈良知的這個覺醒 終於能夠掌握到 人生的意義下的根源就在意義心上 就是回應到孔子的真 孔子的真 好 你掌握到這個以後呢 下一步才由這邊 發揮出到創造的愛 向外去推廓 向外推廓就會涉及到現實 就是所謂的結構面的限制 怎麼能夠呢 不被這個結構面所信 而能夠呢 這個達成了人我物我的一切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中心落在氣上面 氣覺 這個 這個道呢 就在於人間 都是在於火 這個人間是什麼人間 就是文化 的人間 文化的世界 那這個就是人裡合一了 道在我物的是心 心也是人 人間就是一個道的世界 道的世界 人文世界 我們怎麼樣就主客合一 好 那現在聰明論呢 在前面兩個階段 這個是已經到了明末清初之後了 在這兩個階段的時候呢 科迪依然是掌握了 意義下的根源 這個根源呢 落在經典上面 就是寄託在四書無經 那其實呢 沒有涉及到那麼多的經 整個書名如 最重要的書 其實只有 五本 就是 論語 孟子 大學 中庸 朱熹把它定為四書 再加一個 《易傳》 《易經》的傳 《易傳》 說了嚴謹點 松明如子讀五本書 為什麼 靠井 它的核心 科迭 相關的 就是這五本書 而這五本書呢 分為三系 每一系 他們找重點不同 第一系 最能够掌握这个价值根源这个核心 就是那就是路亡 路向山到亡羊岭这一系 这一系它的根据是什么 我们要说的就是轮吗 第二系呢 是有北宋的周廉熙 张恒曲 那这个到南宋的胡武峰 这些大家记得就记记不得也无所谓 这个天清就好了 对不起 这边还漏了一个周章大成 就是长浩到南宋的胡武峰 那这边呢 它们根据的是什么呢 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于呢 这边呢 直接输注于本心 好 这边呢 就是所有的心理论上都应该是从天来的 所以我们不直接说本心 先说一个天道论 这个天道论就通过一段一段钟中 讲天道论 好 多说一个天 由天命之未信 好 由天啊 下降 那个道内在于人而成为人的心 这个心的表现叫做心 陆向川王阳明不说这一套 直说 直指本心 好 那这个第三系呢 就是小城 好 朱西 北宋的小城 城仪了 到南宋的朱西 这个呢 它们根据的就是大学 好 这三系里头呢 就宋明如的核心课题 就是重新要去找寻掌握道德生活中 人生意义价值的根源 这个课题来讲 这两系是相应的 这一系是唐初 那么这两系的相应中间 又以路往这一系 直指本心 简洁利落 对于这一系呢 要多说一个天道论 其实也未尝不可 但是也并无必要 那并无必要为什么还要 还要说这一套天道论呢 只是为了满足理论的兴趣 也就是说 这一系啊 比较少关注理论 而多落实在呢 每个人的身心体验 生活世界 没有理论 没有关系 没有理论 没有关系 好 这就是 就像说 是父母能 节习力 是均能 智习生意 朋友到也而已 有心呢 尊约会学 无必要是学义啊 那个有没有读 不那么重要 好 但是如果啊 我们啊 不只是写 如果也要落在言说理论上面能够有个完整周到 那还是得要说这个头 就是天道 所以摩天说啊 这两系其实是本质一样的 只是一往一来形成一个大缘 好 那就算呢 没有这个理论上面的丸足 就这个宋明如的核心刻意来讲 这也就够了 好 那至于这个算什么呢 原来这个在一个阶段啊 那个时候啊 道还不在心 道还在天的时候啊 那有点像七度教 上帝是造物主 我们是被造物 我们根本没有能力了解上帝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信仰他 信仰之后呢 按照上帝的启示 按照上帝颁布的诫命去遵守 那问题是上帝的诫命啊 到底是什么 什么内容 是什么意思呢 就需要有专家啊 去去去去解读 有专家去呢 说明 那就是各阶层的教室啊 从神父到 到主教 总主教 书记主教到教众 因此呢 需要有一套学问啊 去 去 帮助我们去解读 比如 由上帝 由天下降下来的 到了那些主教 或者说圣贤 他们说的话 主要说五经 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理解 不至于误读 就需要有一套解经学 那好 这个天理无生无休 我们怎么去掌握它呢 于是就有一套方法论 通过语言的那种研究 逐渐找到语言里边的那个真理 所以 这个成诸的学问 重在一套求道的方法论 其实是通过文字 越读的 反省的 思维的 那么大学呢 地区上有这个性格 它展示出一些 维学的方法赤地 所以呢 这个成诸的学问呢 是就有很巨大学 一共123455很巨 牵涉到这个123456 一共有9个人 这个胡武松后面还有一个叫刘吉山 一共9个人 刘中中 1、2、3、4、5、6、7、8、9 那就是某先生 为宋明如定下他的学 学术史上面的一个系统规模 分成三系 两系是本质相干的 那个功夫叫做本质功夫 有一系呢 不直接相干 是迂回进阶的 通过读书 文字的分析思考 所以他做的功夫呢 这个辅助功夫 不是本质功夫 所以才有帮助 但是没保证 本质功夫就是你有功夫就可以掌握到道理 这个心无本体 功夫所致就是本体 那这个类似于禅宗 一目便至佛地 明心就见心 见心就成佛 这个是比较迂回 你读很多书 但对你的掌握本心是有帮助的 但是有豁然率上面的提升 却没有必然的保证 很可能摸索一辈子就是白打 好 没有用 可是呢 这个呢 可能是恨气高的 听一句话就好像很耽误 言约 对不对 所以 如果这个中间会有个形上学的 宇宙论的 理论的兴趣 其实跟这边根本是同质的 以这两者来讲的话呢 的确有这两种人格气质 适合有这样不同的路 在孔子的门下 这有这两种啊 这个就是隐悦的 这一路呢 真子啊 无日三寝无生啊 诗不可以不弘意啊 这个功夫比较繁重 这个比较直截 但是得要跟气高啊 你不是言约 你做不到啊 对不对 或者后来儒学呢 也分为两大支 这一支是心学 孟子 孟子的系统 是往内去掌握的 一个呢 是往外去啊 训练的 寻直啊 也是这两路 一个比较偏内 一个比较偏外 这是言约的形态 这个是真子的形态 这是孟子的形态 这个是寻直的形态 所以整个儒学啊 它的那个大体的那个规模啊 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在不同的这个时代 有不同的这个重心的时候呢 它有不同的说法 有不同的分化 好 那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说 某先生 为宋明如分析 为什么说这两细 其实是本质一样 而现在本质一样呢 这个 有这个当然也没无可 无不可 也未尝不可 但是就算没有了 也没关系 好 以上这五点啊 通通汇聚起来 只像一个同样一个主旨 就是重实践 看重实践 看重实践 好 为什么一定要说良知是个呈现 是 从实践的角度说 为什么说 有这个周章大成虎 留这一系列也未尝不可 没有也没关系 重实践 重实践 为什么 为什么说读论语 未读是这种人 读语还是这种人 就是不常读呢 重实践 为什么说岁月未学无必 无必会是学业呢 重实践 为什么要用道德的形上学 来这个区隔那个肢解的形上学呢 重实践 是实践进入的形上学 不是那种认知进入的形上学 好 这个第一 我们问题要提出 提出什么问题 整个儒学是个实践的学位 那如何要 要如何去实践 那就欠这个公主 要做公主 好吧 我们休息十分钟